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姊妹 圣诞快乐 你和身边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一声圣诞快乐 知道今天有不少的新朋友 或者友会的弟兄姊妹 参加今早的圣诞崇拜 特别是慈爱证讯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官礼的朋友 以及很多可能是第一次来到九龙城证讯会 都让我再一次去代表教会 去欢迎你们 今天的圣诞崇拜很特别 因为今天除了圣诞崇拜本身之外 我们刚刚也都见证了一帮弟兄姊妹的受证 他们在众人的面前 他们立志一生去追随基督 并且去学习 加入教会学习成长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一帮很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就在他们的父母 就在这个婴儿奉献礼上面 去盼望将自己的子女去呈献给神 并且在神的面前 他们愿意去立志按着圣经的真理 去教导他们的儿女 可能你今天来到教会的原因 可能是参加你家人 或者好朋友的浸礼 又或者是参加婴儿奉献礼 甚至乎可能你今天是特意在圣诞节的时候 参加圣诞崇拜 又或者可能你是不觉意的 来到教会的门口 就来到参加这个圣诞崇拜了 让我再一次去代表教会 去欢迎你们 无论今天你们带着不同的原因来到 今天都是一个值得欢喜快乐的日子 圣诞节 因为圣诞节总是令人感到开心 对不同的人来说 圣诞节有不同的意义 我听人说过 圣诞节是一个关乎恋爱的故事 有人形容圣诞节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大家会去到买礼物 去到互相交换 又可以跟自己的朋友 跟家人一起去过节 那我就有一个 就来六岁的儿子 每逢圣诞节的时候 我太太就会买一个圣诞的月曆给他 每一天就会去听一个 很小段的有关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 之后会怎样呢 就会有一块朱古力 所以他就很开心的 很期待圣诞节的来临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十月二十四号那块朱古力 是最大块 他很开心很期待 不过因为他之前有点不舒服 所以他就没得吃了 不过我今天不打算 去到讲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 因为我们过去的主日崇拜 和圣诞音乐崇拜里面 我们听了很多 有关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 而今天我很想去到选择了一个 名不经传的圣经人物 故事的主角是杀该 可能大家对他有一些的印象 圣经形容他是一个碎利 碎利长 是一个有钱人 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 他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 有人形容杀该的故事 是标志着一个寻导者的生命 事实上 无论你是信了主几年 又或者你是刚刚受证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寻导者 寻导者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 在信仰的路上去寻求耶稣基督的人 那些很想去和耶稣基督相遇 更多去认识他 经历他的人 不过很坦白和大家去分享 信仰路不是平坦的 不论你是信主的年日 有多长都好 可能我们都会经历一些怀疑的阶段 或者对神有很多的疑问 今天杀该的故事 有人形容杀该就是代表着 每一个寻导者的生命 如果我们将杀该的故事 变成一套舞台剧的时候 他的故事可以分为四幕剧 包括尋见 怀疑 遇见 和跟随 以后我们就试试从这四幕剧 去看看杀该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面 发生在一个叫做耶利哥的地方 耶利哥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那里是一个名城 有很多的古迹 甚至在耶稣的时代 虽然是受管轻于罗马帝国也好 但他们仍然是容许犹太人 是有自己的王 当时有一个王就叫做大希律王 在那里建立了三座的皇宫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他就会去到耶利哥里面避寒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是低过海拔 大概200米左右 所以冬天的时候就特别暖的 就好像已故的英女王 他就在夏天的时候 他会离开伦敦 离开伦敦 他就叫杀该 可能你会知道圣经人物的名字 都挺有意思的 杀该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清白 干净的意思 不过也挺讽刺的 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 杀该偏偏就是一个罪人 是满身污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跟他当时的职业是有关系的 圣经就形容他是一个瑟利长 简单地说 瑟利是指收税的人 瑟利长更加就是那帮瑟利的上司 不要小看这个职位 因为瑟利长是需要当时的 罗马帝国的总督去委派的 特别是耶利哥城 这个城市是一个贸易的中心 所以会收很多很多很多的关税 不过当时的社会有一个风气 就是满收一些税项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潜规则 当他打税的时候 明明那批货是一万元而已 不过那个瑟利就说 不是,这批货是万二元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去到中饱私囊 所以圣经刻意去形容 撒该是一个有钱人 如果逐一点说 很明显地暗示他 这个瑟利长拌不少油水 加上这帮满收税项的人 是犹太人 但他们却是代表 罗马人去收犹太人的钱 所以当时很多的犹太人 很憎恨这帮帅 面对这些指控的时候 阿杀该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说 喂,大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都要搵吃 我不吃 我家里的几个都要吃饭 我知道 身为犹太人 身为犹太人 代表罗马人 圣经的教导去做 问心 圣经的教导 这么容易做的吗 又要爱神 又要爱人 现在的社会 每个都顾着自己 你叫我帮人 不如你先帮我 有时又在想 圣经的教导 会不会好像很离地 假如你问我 想不想做个好人 按着圣经的真理去生活 其实我想的 坦白说 有得选择 谁不想做好人 我知道 我近期听过 在加利利 耶路撒冷 加巴隆那些地方 发生的事情 好像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 那些人说他很厉害 说他可以跟那些 律法教师辩论 又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有人说他是拉比 就是那些老师 有人说他是圣经预言 那些先知去到翻生 甚至有人说他就是那位的尼赛亚 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人 等了又等的拯救者 我听过很多人说 当每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每个人的生命 都变得不再一样 问心那句 其实我都想见一下他 假如他真是尼赛亚的时候 他是那位的拯救者 可能我的生命都可以改变 不知道大家听完 杀该的内心的回应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呢 不知道杀该的心声 会不会有一些 是跟你有共鸣的呢 无论你信主 是不是信了主 或者你的生命 有没有一些地方 其实好像杀该的一样 很想去作出改变 不过你可能努力过 你失败过 甚至可能你和自己说过 有些事情 是的 心不由己 不可以改变 认命 来到第二幕剧 杀该 听到在街上 很多人在起哄 他们听闻 那位的耶稣 要来到耶利哥城 大家蜂拥而至地去看看 耶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当时杀该 都和大家一样 很想去遇见耶稣 他的内心 带着那份好奇 亦都有一份怀疑的心情 在一路上 他看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很逼人很逼人 他想靠近一点都难 圣经的描述 杀该是身材很矮小的 在群众里面 他看不到耶稣 我开始想 当时的情况 会不会就好像 大家有没有去过迪士尼 去看烟花 又或者好像以前 疫情前行年宵 假如你去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很多人 很多人在你的前面 如果你不够高的时候 你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路 看见那么多的人 所以杀该去决定 兜一段的路 兜去前面 他就爬了上一棵 无花果的桑树里面 因为他知道耶稣 就要在那条路去经过 在等待耶稣来临之前 站在树上面的杀该 他的内心带着好奇 又带着怀疑的心情 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想的呢 唉 终于爬到上来了 一会儿应该会见到耶稣了吧 假如他真的是尼赛亚 是那位的拯救者 说不定我的生命 都可能真的可以改变 不过这样 哪有这么容易的 听就听得多 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好像之前有一个叫利美的人 是同行 做帅利的 当他遇见耶稣之后 耶稣就叫他跟随他 谁知道他真的放下了所有东西 就跟着耶稣 你知道了 做得我们这一行的 预了被人说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犹太人 想和我们去接触 更加不要说一起吃饭 但是听说耶稣 他真心是会去接纳我们这些的人 他还说 他来不是呼召异人 而是呼召罪人 不过都是那句 这些事都不知道真还是假的 的确是真的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 在信仰路上面 都会经历怀疑的阶段 尤其是当你是未信的时候 可能你都会跟杀该的一样 都会想 耶稣是不是真的 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 或者家人 可能他们会跟你们说 是真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因为爱世人的缘故 他甘愿踏上了一条受苦 受死的路 他为了去赦免我们的罪 就代替我们这一班的罪人 去承受罪人的代价 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真的 耶稣基督去创造这个世界 他爱我们每一个的人 正因为这一份的爱 所以他愿意为我们这一班罪人去死 假如你已经信了主很多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怀疑的阶段 当我们遇到不同形式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好像经历上主的沉默 记得有一个真人真事 事件是发生在一个女牧师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Francis Young 他是一个神学家来的 其实 不过在他年幼的时候 他有一个严重智障的儿子 他照顾了儿子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他写了一本书 当他回望这一趟旅程的时候 他形容 他的经历就好像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一样 因为真的 当他照顾他的儿子的时候 一点都不容易 可以说是非常艰难 他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他感觉上帝好像缺席的一样 不过他又说 当他经过四十年 他照顾了儿子很久很久很久 他回望这趟旅程 他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 甚至在他儿子有残缺的身上 他看见上帝那份的爱和真理 是真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路里面 都会经历过怀疑 杀该都经历怀疑 不过不要紧 他即使怀疑也好 但他没有放弃 他选择了行动 他想去尋见耶稣 来到第三幕剧 当耶稣真是经过那个地方 当就是杀该爬上去那棵树 他慢慢都想不到 当耶稣抬头去看着杀该 他还跟他说 他说杀该快点下来 今天我就要住在你的家里 杀该本来想尋见耶稣 不过圣经他告诉我们 他想去尋见之先 他先被耶稣基督去看见 假如我们代入杀该当刻的感受 当我们去想一下他听到耶稣的说话 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想的呢 为什么耶稣会见到我呢 为什么他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当我看着他对眼的时候 他好像看穿我内心所有的事情 我的生命好像坦露在他面前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去隐藏 他跟我说 杀该快点下来 我今天就要住在你的家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说话好像一粒钉一样 打在我内心 砰砰砰砰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内心有一份莫名的感动 虽然我有很多的朋友 我们会一起吃饭 一起玩 一起开心 不过没有一个人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 去完全的了解我 还完完全全的接纳我这个罪人 好像神的爱原来就是这样 我当初以为很努力去找他 原来他一早已经看见我了 他知道了我所有的东西 他完完全全接纳我 特意来找我 主啊 我开始相信 我开始相信我眼前的耶稣 他真是基督 他真是那位的拯救者 主啊 我很想改变 我很想摆脱那种过往的生活 我知道我一直自己做得不好 我没有按圣经的真理去到生活 我讨厌我自己 我讨厌我自己那种自欺欺人的生活 主啊 现在耶稣基督就在我眼前 我很想去跟从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好像我们刚才去想象 杀该的内心的感受的呢 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可能特别是有一些 我们不能够见得光的事情 又或者我们很难可以 向人去启齿的事情 那些事情呢 没有人知道 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但是当我们每次去读圣经 或者祈祷的时候 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圣经的说话 就好像一道光的一样 将我们内心那种很幽暗 很幽暗的地方的事情 连我们都不想去面对的事情 不过耶稣的说话 就好像一面的镜那样 完完全全反映了出来 并且祂让我知道 神很爱我们 祂爱我们 祂接纳我们这一帮罪人 就好像圣经另一处这样说 基督却还作罪人 基督却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故事来到第四幕 当撒该听到耶稣的说话 他就匆匆忙忙地下来了 然后很欢欢喜喜地去接待耶稣 不过撒该的反应 和周遭的人就很大反差 周围的人去看见耶稣 他竟然跟撒该去说话 甚至说要去撒该的家 去吃饭去作客 撒该没有理会到周围的人的眼光 和他们的流言蜚语 他很开心地去接待耶稣 接待耶稣是出于他对耶稣的信心 他相信耶稣就是他的拯救者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杀该选择去抛开一切内心的枷锁 过往那种 他跟自己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心态 现在变得不再一样了 他相信耶稣基督 他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 过往那种 没得选择的生命 现在有得选择 因为他相信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当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活得有意义 所以他首要 第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 他选择悔改 所以他决定 改变过往那种 满收碎项的生活 他跟耶稣说 主啊 看下 我要将我一半的产业 去送给那些穷人 如果我敲诈过哪一个 我就四倍偿还给他 杀该的生命 显示了跟随耶稣 是伴随着悔改 悔改是承认自己的无能 过往的生命是不行的 悔改就好像你搭了一辆巴士 不过那辆巴士走的方向是错的 悔改就是你选择下车 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所以悔改是带着一个行动上的改变 杀该悔改是有行动的 他不再去到揽收款项 他甚至将他一半的产业去送给窮人 他还四倍去偿还给以前 他敲诈过的人 换言之 跟随耶稣 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 承认自己的生命的罪 悔改是带来行动上的改变 最后当耶稣去听见杀该的说话 他就说了 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的里面 因为他亦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尼正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基督去宣告 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 是代表着他接纳 杀该真诚那种悔改 并且去赦免他的罪 跟随耶稣认罪悔改 生命改变 同样是每个基督徒必然的经历 今天无论你是官礼的亲友 或者一众的弟兄姊妹 甚至乎今天接受浸礼 加入教会的弟兄姊妹 不知今天上帝透过杀该的故事 有没有向你的生命去说话呢 在今天的圣诞崇拜的里面 你有没有跟这一位耶稣基督去相遇呢 跟随基督认罪悔改 生命改变 甚愿每一位 愿你们去经历 杀该遇见耶稣那一份的喜乐 圣经说 杀该年亡年亡下来 欢欢喜喜 你接待耶稣 愿我最后以一手的讨文 作为我们的结束 最慈悲的天父 你除去真正悔改之人的罪业 我们借主耶稣基督之名 来到你寶座前 愿你单单基于耶稣基督的缘故 连吻我们 并拨开阻碍我们之间的云霧 愿神的话语赐福给大家 谢谢大家